大家好,我是罗宏 今天我们用糯米粉做一款有颜值又好吃的茶点心 可可粉5克 白糖20克 开水200毫升 搅拌均匀 糯米粉200克 木薯粉50克 是糯米粉的四分之一 搅入木薯粉蒸出来的糕不会软塌 并增加了Q弹的口感 全部拌匀在一起下手揉面 手上抹点油就不沾手了 揉成这样偏硬的软面团 面团有一点粘性 但又不是那种可以拉很长的 太软蒸出来糕会塌陷 太硬会裂开 太Q很难压出花纹 就下一块小面团28克 再手心里转一转滚圆 按一个厚薄均匀的小碗的形状 放一个松露巧克力球 15克 松露巧克力的做法 我以前分享过 点我的头像就可以找到哦 用虎口裂合法包好后 滚滚圆 用模具压出花纹 红菜头打汁 同样的方法 和一块红色面团 包入莲蓉葡萄干线 水开上锅 蒸10分钟即可 看看好漂亮呀 没有塌陷 没有裂开 糯米粉这样做 比包汤圆更有颜值 作为茶点 招待客人 再是喝不过了 下周就是元宵节了 赶紧试试吧 我是罗红 咱们下期再见